静忠讲到究竟了 讲到大圆满了 静忠最高的一个层次 长级光 你看 仕途 我们能够把执着放下 不再执着了 不再有成见了 心就清静了 就能够随缘了 也就是说 我不跟一切人计较 一切人跟我计较 我都接受 那我为什么能接受呢 因为我知道 一切万物 他都跟灵相等 现在科学家提出 灵极性 这名词用的好 万事万物 通通等于灵 无论你怎么计较 全是妄想 分别执着 假的不是真的 真的 真的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就是这些杂念 妄念 全都没有 全都没有 不怕你计较 为什么 计较再多 通等于灵 你的心都平和 所以心要住在灵点 不要有一二三四 跟什么人都能相处 跟佛菩萨能相处 跟妖魔鬼怪能相处 都真正做到 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心要不在灵点 这个做不到 这是哲学的最高峰 这是人生最高的相守 所以六者说 他开悟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那个灵点呢 就是 就是自信 所有的妄念 所有的杂念 所有的万法 那都归在万法了 万法是从灵点发生的 它永远等于灵 不能说他现在 其作用 他不等于灵 不是 他永远等于灵 他没有时间 他没有空间 这是四世真相 不法实相 一切实 一切处 都等于灵 你计较他 干什么 你为什么计较 你迷了 你才计较啊 如果你觉悟了 无计较他 无计较他说什么 一笑了之 回他一句话 阿弥陀佛 高明到几处 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 变法界虚空界 无处不适 无始不处 不适 这样子 这个念佛的人 生活在长级光里头 他的身心 跟光明融成一片 那个迷惑颠倒的众生 他生活在六大轮回里头 你跟他计较吗 你跟他计较 你就到轮回去了 你就堕落了 你不跟他计较呢 相安无事 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万佛 全体 是长级光 无事 无处 而不渊融 一切法都融在长级光 跟长级光融成一片 融成一体 不疑 不疑 云融一体 万物 就是我的法神 万物 本自一体 所以 华言经上说 摄方三十福 共同一发神 佛讲这个话 千真万确 一点都不错 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就是我的法神 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就是我的法神 那么我们在今天 带六道众生 迷失了自己 把四十真相呢 看错了 这些谜 障碍了我们的 眼睛 障碍了我们的 清净性 让我们看不到 四十真相 而看到了 无量的杂念 无量的妄想 无量的差别 看到这些东西 看到这些 神灭不住 库修家也告诉我们 相似相续的 虚幻境界 这个虚幻是自然现象 他妄不妄碍 真心的不妄碍 迷了 是自己 把他造成妄碍 救了 没事 那丝毫 没有妄碍 众生跟佛 只是因念 差别了 一念学无 众生成佛了 一念迷惑 佛变成众生了 这个四十真相 学佛的人 不能不知道 啊 七十 一切万法 哪一法 不是佛能 所以经上长讲 这是真正 这是真正求佛的人 当相即道 道是自信 道是信德 我们六根 面对着这个现象 是自信 明信 见信 集思而真 真是真心 真心在起用 万事万法了 真心在起用 我 我 我 在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